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学圆子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中国女篮的那些故事 那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那就点点赞 点点关注 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体谈资讯 中国女篮获得亚军 三名球员有望加入WNBA 含蓄李月如有伴了 经过四节比赛的顽强拼搏 中国女篮最终还是遗憾的输给了 排名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女篮 获得了本届女篮世界杯的亚军 不过呀 这对于中国女篮来说 已经是非常成功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女篮在这次世界杯上 有多么的不容易 十天之内进行了八场比赛 而且每两场比赛的休息时间 都没有超过24个小时 打完和澳大利亚的半决赛后 更是仅仅不到18个小时 就要和美国队进行总决赛的巅峰对决 还有我们的核心球员李梦 也是因为长时间的疲劳作战 导致身体发烧 缺席了中国女篮最重要的两场比赛 而中国女篮虽然说获得了亚军 但是这也追平了我们 28年之内的最好成绩 上一次中国女篮获得亚军 还是要追溯到1994年的世锦赛 那个时候 主教练郑薇是以球员的身份获得的亚军 如今自己成为了主教练 带领自己的弟子再次拿到亚军 想必郑薇主教练一定会特别的开心 从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女篮非常的顽强 比赛到了最后一刻仍然没有放弃 中国女篮的精神也是在鼓舞着球迷 而在这之后 中国女篮也有三名球员有望进入WNBA 这下韩旭和李月如终于有伴了 首先第一名就是李梦 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吧 曾经在几年前 李梦就收到过两次WNBA球队的邀请 但是第一次李梦因为家庭的原因 婉拒了这份邀请 那第二次又是因为李梦 需要备战中国女篮的比赛再次婉拒了邀请 可以说李梦为了中国女篮的好成绩 放弃了自己深造的机会 如今中国女篮重回世界最巅峰的行列 也拿到了世界杯的亚军 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最好成绩 中国女篮再次占到了世界之巅 所以说我们的核心球员李梦 完全有机会继续去WNBA深造 我们也可以看到韩旭和李月如 在WNBA的比赛以后 两个人的进步是真的非常明显 所以说球迷们也非常期待 李梦可以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 第二名球员就是王思宇 和李梦一样 王思宇把敢打敢拼的精神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在和对阵美国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的时候 王思宇的突破彻底让这些世界强队震惊 他一次又一次的杀到篮下 让对手无能为力 如果不能够得分 那就造成对手犯规 就连美国的王拜球员威尔逊也是摇头叹息 不得不赞叹 王思宇的突破能力真的是世界顶级水平 就在昨天战胜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正是王思宇的抢断和两次罚球 才帮助中国女篮挺进决赛 也可以说王思宇现在的能力 完全属于世界顶级 非常有希望进入WNBA 成为更顽强的后卫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的 和美国队进行相抗衡 第三名就是黄思靖 因为黄思靖这场比赛 达的是比较放不开 他的几次投篮都没有命中 也很明显可以看出黄思靖是紧张了 不过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因为这种世界大赛的总决赛舞台上 所有球员都会感到非常紧张 不过黄思靖的能力还是在的 我们在比赛中多次看到 黄思靖虽然说丢掉了自己的投篮技能包 但是他的防守依旧是世界顶级水平 他多次防住了对手的核心球员 而且擅长打反击 和队场杨立维进行了非常默契的配合 唯一的缺点就是黄思靖太过于稳静了 如果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 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 让自己变得外向起来 那样呀才能让自己更好的适应国际赛场 黄思靖是非常有能力的女男姑娘 我们也希望她可以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 帮助中国女男 因为她和李孟是中国女男风险上的答案 我们也祝福中国女男在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越走越远